按照甜度来挑选有误区,不少患者根据自己的主观直觉来判断水果含糖量高不高,他们认为吃起来甜的水果含糖量就高,不这么甜的就可以吃,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,但不完全正确,比如,西瓜是夏季食令关果之一,具有近热消暑的功效,但不少糖尿病患者认为,西瓜很甜不敢吃, 其实西瓜在水果中算低糖水果,朋友们也可以适量食用,查食物成分表,每100克西瓜量平均含五,八克碳水化合物,当然,也有含糖量稍高的西瓜品种,比如北京市面上出售的金星一号,100克瓜量含糖分吧,一克,此外,西瓜不同部位的含糖量不同,中型部位的瓜量含糖量高些, 靠近皮的部分含糖量低些,还有些吃起来不太甜的水果含糖量却不低,您要注意,比如很多糖尿病患者喜欢吃的火龙果,虽然吃起来并不太甜, 但每100克火龙果肉中含腰三,三克碳水化合物,相信不少读者会问,为什么含糖量不大高的西瓜,吃起来那么甜呢? 因为果实中可溶性的糖有三种,即热糖,葡萄糖和果糖,其中国糖甜度最高,甜度是葡萄糖的两倍,质糖的1.8倍,而且溶解度最大,西瓜中果糖含量较高,因此西瓜和其他水果相比,虽然卡糖量相当或者更少些,但吃起来更甜, 果糖的吸收代谢不需要胰岛素的帮助,对血糖影响较小,西瓜里面含有不少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,因此适量吃点是可以的。 下面,就来为糖友们还点几种吃起来不甜,但含糖量吃不低的水果。 火龙果,火龙果的味道虽然比较大,但它的含糖量约在百分之十次左右,不算低,火龙果富含蛋白质,膳食纤维,胡萝卜素素,维生素C,铁,钙,钙,酶,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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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矿物质,还含有金染色素花青素,尤其是红芯火龙果。 糖友们在血糖控制较好的时候,适量吃点火龙果,能帮助预防病发症。 百香果,百香果是今年来的网红水果之一,尝起来,味道偏酸,但它的含糖量超过了百分之十。 百香果含有多种氨金酸和维生素,尤其是维C的含量非常高,另外还富含钙、钾、钾等矿物质。 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吃点百香果,但绝不能因为它尝起来不那么甜就大量吃。 人参果,人参果果肉清香,汁水丰富,但它的含糖量可高达百分之二十。 论其营养,人参果,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,还富含是黄醇、维生素A等营养物质。 具有增白美容,抗衰老,其高免疫力,减肥等功效。 糖友吃人参果要控制好量,如果血糖不稳定,则暂时不要吃。 山楂,山楂,山楂长起来酸酸的,很多人就误以为它的含糖量不高,但它的含糖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。 山楂含有黄酮类物质,胡萝卜素及大量的维生素C等,可就香化,降血脂,防止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发症。 糖友们在血糖较好时,每天一数三到四个山楂,不可贪随。 下面,我们来看看一些炒建水果的含糖量。 一含糖量百分之四到七,西瓜,草莓,琵琶,羊柳,二含糖量百分之八到九,鸭梨,柠檬,绿子,樱桃,哈密瓜,葡萄,桃子,菠萝,三含糖量百分之九到十三,苹果,杏,胡萝卜, 胡萝卜,橙,柚子,荔枝,金菊,四含糖量百分之十四到十九,柿子,桂圆,香蕉,羊柳,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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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柳,� 所以西瓜也不能吃多 糖尿病人吃水果五原则 一、血糖控制理想即可顺量吃 三孔腹血糖能控制在7.8毫无二每升以下 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10毫无二每升以下 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.5%以下 没有经常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 并发症控制两毫 这是所有糖尿病人能不能吃水果的心觉条件 二、水果进食区间有讲究 三、进食次数有讲究 糖尿病人每天进食水果的量是固定的 专家建议每天进食的水果可以分开两次吃 比如上下午各吃100克 这样既能防止血糖波动不大 也能给糖尿接解馋 四、水果种类有讲究 据了解 等类水果的碳水泡和物含量为6%,20% 碳糖量较低 生糖指数低的水果 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据了解 苹果、樱桃、西瓜、梨、橘子、猕猴桃、梨子等碳糖量较低 香蕉、红枣、荔枝、菠萝、葡萄等碳糖量较高 排出西瓜、猕猴桃这两种生糖指数比较高的水果 苹果、梨、樱桃、橘子、梨子等水果比较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五、水果数量有讲究 一般来说 糖尿病人每天可食用200克水果 约90天卡的热量 但同时因减少半量25克的主食 糖尿病人吃水果 一般选择在两盘之间 饥饿或者体力活动之后 作为能量和营养素的补充 由于个体的差异 有些人吃糖尿量低的水果 也会快速升高血糖 因此还是建议患者 分别的吃水果前两小时和后两小时自测血糖 看看吃水果到底对自己的血糖有没有影响 并找到适合自己的水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